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涨了0.7% 今天很多人家说这个红海 红家军怎么回事 今天红海本人好像没有太大的表现 可是红家军里面你看包括了红准 包括了建汉 包括了华汉 通通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那么大型的个股包括大力光 在今天也是稳在了红盘之上 现阶段来说的话 有人说是不是全职股有一点点机会 还是说还是锁定在中小型的个股身上 现在的选股逻辑怎么来掌握 我们赶快邀请到是轮运投顾的 曾分议师林和彦 樺英哥你好 樺英华好 大家好是林和彦 好 樺英哥最近这个国际股市的部分 美国股市好像慢慢开始稳下来了 没有继续再往下杀了 那么在国际的因素之下 台北股市其实之前也好像不太受人家影响 因为美股跌就跌了他的 台北股市顶多就是稍微震大 陆股大跌的那一天 台股隔天虽然是跌 可是最近也是回闻了 在国际的部分的话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变数呢 我们需要掌握一下 好的 今天是比较可惜的 量700多亿 我想叫其效应应该是影响不大 人家说杀头生意有人做 赔钱生意没人做 只要有机会赚钱 我相信纵使下刀子 人家还是会去参与 所以这种量代表市场信息是缺乏的 市场信息缺乏 那重量大型全职股要动 当然也会来得比较艰辛一点 所以小型股能够在这种行情里面 活蹦乱跳 也充分显示出 目前的多头结构 还是很完整 深深不息 大盘有量就全职股动 大盘没量 那么就变成中小型股动 保持一定的热度存在 昨天美国股市 道琼一度大涨225点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在礼拜三 美国道琼是跌了200多点 道琼礼拜三跌200多点 昨天一天而已 马上把它吃回来 能够再跌200多点 隔天马上收复失土 这个代表美国市场的买气 还是很强势的 那昨天美国为什么能够 一口气大涨那么多呢 两个条件 一个 11月份的零售销售 月增加0.7% 其实你说这个数字是利多 是利多没有错 可是很强吗 也没有很强 上个礼拜 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少3000人 少3000人其实也不多 所以可见得 小小的利多 就能够让道琼一口气 一下子涨200多点 尤其在礼拜三大跌之后 能够在小小利多之下 马上能够收复失土 可见得美国市场买气 其实还相当完整 市场企图心还是很强 可是到了零售盘的时候 为什么从200多点 又压回来剩下60几点 还是一样情况 油价在零售盘前 突然又出现击杀 破底 直接跌到58.8美元 你看这波油价 很可怕 这波油价很可怕 6月份的时候还在108 紧接着崩跌 上礼拜崩跌到64块钱 很多人以为说 哇 已经拌得很轻吗 应该结束了 没想到一个反弹而已 才短短反弹个两三天时间 又破底 昨天最低已经来到58.8了 已经来到58.8了 对100凡8块 删到存5.8块 这种油价在短期间之内 几个月就腰斩 这是很不容易看到的情况 尤其目前是全球用油的高峰期 因为你看 主要的经济体都在北半球 尤其是在偏北的地方 不管是美国加拿大 或者是欧洲部分 甚至于亚洲这里 中国大陆 北韩日本 南韩韩国日本 俄罗斯 这个主要经济都在比较偏北的地方 所以每年只要进到11月以后 都会开始下雪 那个燃料油 用油量都会大幅的攀升 这个对于长期来说 每年11月以后 其实油价要跌都不容易 就今年度油价拼命狂泄 所以这个不是需求面的问题 我们昨天特别针对油的部分 跟大家谈过 是几个石油组织 就是跟油业盐的公司在做对抗 在打割喉战 所以你要说 以前有人说了一句话 割喉要怎么样 要割到断 割喉要割到断 所以到最后一定会迫使一帮活不下去 整个油价才会真正的止跌 所以油价恐怕还会再继续跌 那油价跌对谁影响最大 当然对于石油公司啊 石油公司原本可以卖高价的 现在变压低在跟着市场卖 所以看到达尔 这是全球前几大石油公司 也是美国稻穷成分股 你看这波从七十几块 跌到破底 这段期间全球股市是大涨的哦 你看稻穷 它是稻穷成分股 稻穷最高两个是起两千几点嘛 稻穷涨两千多点 它反而是逆势崩跌 就被油给拖累掉 那因为油的公司石油公司 在稻穷成分股里面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集团 相当重要的一个产业 所以当石油股在跌的时候 那没有错 今天彭怀兰也讲了一句话 油价重跌势 对于全球总体经济来说是利多 因为油价一跌之后 所有发电的成本 包含汽油 这些成本都会降低 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是好的 可是当它还在沙盘的时候 石油公司的跌是 会把稻穷的指数给压下来 一压下来之后 也会引导其他公司的卖压 所以昨天稻穷原本涨两百多点 为什么突然间收盘剩下六十几点 还是石油惹的货 还是石油惹的货 所以你看昨天油的公司石油公司 到达尔英国石油昨天都继续跌 那包含跟所有关系的 绿燃的部分Clean 昨天也继续大跌四% Tesla电动车昨天 原本涨到最后尾盘也是被压下来 那反而昨天银行股的部分 是比较好的 网路的部分也不错 包含脸书Ebay 低润股最强了 昨天美光一个反弹 美光一度大涨快3% 美光一度大涨快3% 那包含慧龙 昨天收盘的时候 还是大涨1.91% 所以美国股市目前的状况 低润股还是最强 低润股还是最强 你看这一波 道琼涨了27% 美光涨了39% 将近快40% 创了14年新高之后 一路再往上停 那不单是美光而已 连新地涨幅也33%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华雅科一直供不出去 很可惜啊 在美国市场 低润的行情是最热的 最热的 就国内一大堆杂音 反而该涨涨不动 一直在做盘整的动作 可是最近的消息出来 都是利多的喔 市调机构预估明年低润全年的获利 会再增加16% 甚至于之前我们国内 低润厂的大佬 黄崇仁也出来讲 明年低润将会大缺货 对 今天报纸最新的消息 黄崇仁说 低润三引擎齐巴 三个引擎一起动 哪三个引擎呢 行动装置物联网跟伺服器 因为以前低润 大部分几乎都只用在电脑的部分 现在用的范围越来越广 包含行动装置 包含物联网 甚至于伺服器的部分 所以明年在三个引擎 奇葩情况之下 低润股还会再搭缺货 那今天低润股这么多消息 它还是动不了 华尔克今天一度小涨 收盘又回到平盘的位置 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盘没量 因为这种股票全资股 股份比较大 你没量的时候 他要说比较坏 可是你看哦 有时候行情不动 并不代表他没有机会 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 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在布局这档个股 的操作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做的 你看哦 之前从24块 标到62块的时候 外资是一路卖 卖了16万张 紧接着从62 压回到43的时候 外资继续卖 又卖了3万张 所以总共加起来 从4月份到8月份 到8月初 外资卖上去 又继续压下来 买大概19万张 可是从8月8号开始 进入大足底的时候 外资反而一直买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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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是一直玩 一直买 他是一直买 已经买了29万张 即将买到30万张 那外资在这里是卖的 在这里也是卖的 为什么在足底过程当中 反而一路大买华雅科 尤其在国内华雅科 宅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外资反而买了29万张 即将到30万张 什么目的你要去想嘛 融券上万多张 全部糕在里面 全部投在里面 你去想外资为什么 拼命在减这支股票 我相信有时候不需要讲太多 外资最近对于华雅科 也不大去做评论 只是默默的耕耘 默默的买 默默的买 我相信他现在不想做过多的发言 可是当他买到一定量的时候 行情只要开始名腔起跑 开始溜的时候 到时候 外资圈又开始有评论出来了 所以这是外资一贯的做法 所以这支股票 我今天特别把外资最近的操作过程 特别秀揣给大家看 特别秀揣给大家看 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好 至于大盘的部分 今天很可惜 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找盘 一度涨了七十几点 可是因为量不够 所以又被压回来 记不记得在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三台北股市跌了九十几点 当时大家吓坏掉了 因为看到美国股市跌 也看到中国大陆也跌 大家走啊 我特别在礼拜三的时候 特别跟大家谈到 这支以前就一直在教你们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辨别方式 简易多空辨识法 如果多头市场依旧成立的话 依旧存在的话 只要遇长黑隔天就是买点 这几乎是铁律啦 这个几乎是铁律 以后你在分析上面 你可以经常用这种方式 如果是多头遇到长黑棒 它是一个最佳机会点 也是一个最重要辨识点 你看最近这一波以来 最近这三四个以来 从9500跌到8500 这里面唯一一次大涨超过100点 就是这一天 隔天马上就开始跌了 那这一波的上涨过程里面 你看每逢遇到长黑棒 隔天就是买点 遇到长黑隔天就是买点 长黑隔天就买点 长黑隔天就是买点 这次长黑跌82点 隔天马上就过新高 好那在礼拜三的时候跌96点 几乎是到100点 昨天是不是开低 尤其昨天开低 守住了什么 守住了连续三个月来 计量图的大量8970点的地方 昨天价钱指数最低点8970点 一守住之后昨天拉上来收 那今天一度涨71点 所以代表这个盘式其实多头结构 还是存在的 现在只是因为大家信心比较不足而已 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 整个多头结构还存在 大家信心比较不足 那这下子 大家就要加油啦 对不对 你看这一次 当全球股市在大涨的时候 台北股市因为选举的因素 手脚被绑住了 费城市到底涨29% 日本涨24% 德国涨21% 上阵涨了33% 我们只要去8%而已 连人的一半都没有 除了选举因素以外 我想信心还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 开始去追国际股市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 12月25号到1月1号 这段期间是欧美的过年 所以这段时间 人家都要计划 所以高仕没机会啊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已经连续跟大家谈过两天了 这段期间 你千万不能错过 这段期间你千万不能错过 我们已经说两天就不要说了 大盘的部分我们今天不多谈 我们把大盘精彩的部分 精彩的 我们留在演讲会中再来说 今天晚上桃园厂的讲座 跟明天下午高雄还有台中 你还没有打电话预约报名的 今天赶快打电话 进来预约报名 那如果真的不方便报名的 身边有别人 或者因为某些 因为特殊状况没办法打电话的 没关系 你直接到演讲会场 晚上七点桃园的话 是在福隆大饭店 福隆大饭店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阿姬师玩亲亲 谁要是粉丝可以玩亲亲 这开玩笑啦 那高雄厂的部分 是在福隆饭店 这是高雄厂大的一个饭店 那台中厂的话 也是在立家国底酒店 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 直接到现场 直接到现场 那有打电话的 我们会送你一本 最新一期的 有卡电话的 我们会送你最新一期的 理财周刊 昨天刚出炉的 理财周刊 有卡电话的报名的 不送你理财周刊 你现在可以一边打电话 预约报名 一边继续听我们的分析 大盘的部分 我们经历老的演讲会场来说 尤其你没有信心的 你没有信心的 我相信 你给人的两个小时时间 但演讲会场 你给我两点钟就好 我绝对可以帮你建立信心 我绝对可以帮你建立信心 股票市场信心是最重要 你没有信心 再好的行情 都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不敢买 你看这段期间 林团圆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的股票 每一档涨幅都超过 两成以上 你看东素还涨到四成 友达群创都涨超过三成 今天成交量700多亿 今天外资有没有出手 依我的判断今天外资没出手 为什么没出手 因为昨天外资卖三十几亿的时候 买超前两名 就是友达群创 买了大概都分别将近两万张 所以昨天外资又继续加码友达群创 给你友达群创平盘 代表外资没有继续用力 所以今天外资的操作上 应该是没有太大动作 那以友达群创来说 这一波虽然涨了三成 可是股价其实还是在历史底部 这种股价其实都很安全 虽然涨了三成 股价还是很低 股价还是很低 重点是你敢做不敢做啊 你要有信心你才敢买 你看这些股票 每一档都是基本面很强的 涨幅两成以上 你如果真的敢跟的话 随便赚个一支停板 两支停板都轻而易举 都轻而易举 所以为了要建立大家的信心 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 至尊双霸天 至尊双霸 一长一段 股票其实不用多 真的贪钱一两支就够了 也不要全部都做长线 你全部股票都在做长线的时候 慢慢的你会失去市场的敏锐度啦 有些股票短线很强的 抢个两天三天的利润 尤其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怎么样去建立你的信心 就在短天期之内让你进账 两天进账一次 短天期的累积进账 你看一次赚钱 两次赚钱 三次赚钱 你的信心慢慢的就越来越强化 越来越强化 你对齐零有信心 你就贪有钱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推出 至尊双霸之后 短线的部分 你看礼拜三 礼拜三我们一开盘 9点3分买泰博 100块买 两到三天操作 买完之后 当天买我在节目里面 就跟大家讲过 从高档下来 获利拉高到五年新高 象中股票量出来了 可以打突击队 可以打突击战 买完之后 隔天马上拉涨停了 隔天马上拉涨停了 那警戒礼拜三晚上 美国大跌嘛 对不对 礼拜四开盘 不强 不强就先走了 因为打突击战 要见好就收嘛 不要练战嘛 所以礼拜二买 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短线落 马上出掉 两天就5%落带啦 没有错 今天泰博还是强啊 问题是既然 我们把它设定是 以短线股来做 那就尽量不要 短线变长线 长线变短线 这样变来变去 反而会让你手脚更乱 所以这样是不是轻轻松松 两天时间而已 泰博就5% 那你依照这样的方式 一半资金做波段 一半资金拿来玩短线 是不是可以让你在短期间之内 信心很快地恢复 因为当你看到进账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会慢慢强化起来嘛 那我们昨天泰博出掉之后 我们今天再布局这档短线股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布局这档短线股 你看这家公司 十月营收历史新高 十一月也是历史新高 六月份的营收只有四亿 只有四千万 到了十一月已经破亿了 短短半年时间 营收拉升了一倍多上来 拉升一倍多上来 第三季的业绩营收只有1.8亿 结果第四季才两个月而已 就已经超过两亿了 第四季应该能够超过三亿 比第三季大幅攀升62% 一季能够大幅跳要62% 这个代表目前产品在出货上 正在紧锣密鼓的升温当中 至于它的财务状况 我们来看 它的财务状况部分 你看哦 产品毛利高达38% 负债比只有三成而已 代表东西利润很高 负债很低 尤其不管是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都高达这么高 代表这家公司手中现金满满 所以这样的结合 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其实相当完整的 财务状况相当佳的 公司的运营上面 从原本小赔 变赚钱去年2块6 今年大幅可以挑到3块半 获利创下历年新高 所以说 不管是做短线或做长线 我为大家挑的股票 其实都很讲究 基本面的部分 一定是好公司 我才会带你做 一定是好公司 我才会带你做 我们短线股 今天在布局这一档 准备打突几战这支股票 有兴趣公民起来 好有兴趣公民起来 那等一下广告时间 赶快打蛋进来报名 今天晚上 桃圆厂的讲座 在福龙饭店 那明天下午 在高雄的福华饭店 明天晚上 在台中 立家国底酒店 立家园底的酒店 大家进来报名 不方便报名的 你直接到会场 你直接到会场 稍后还有更多的个股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人员投雇 顶级服务专人规划 提供顾客专属服务人员 客户全方位的投资建议 提供最具专业性 且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期待能够成为顾客 最忠诚的终身理财帮手 洽询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宏观新建筑 智慧 节能 环保 11到14号 建材家具展 世贸艺馆 南港馆 全台最大 热烈展出 一腾3C减压多胶镜片 看远清晰 看静舒适 现在配一腾3C减压多胶镜片 多胶的价值 单胶的价格超值又舒服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青春期的孩子啊 运动量特别大 新的 达妞学生运动鞋 轻 一折弯 防眉一俊 又耐磨 一双 可抵两双穿 减轻妈妈的负担 Lanew好 贴心 Lanew学生运动鞋 全新上市 贴心回馈价 1980元 现在消费满三千 运动鞋只要990元 看你都会磨 金哲白尾 马年峰顶 丁超 林世玉 12月13号 桃园 台中 12月14号 高雄 台北 报名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台北建筑建材 继产品展 12月11到14免费参观 Homebox竹南店开幕 全国同庆 买两千送五百 送五百哦 11到14年度最大 家具建材展 一馆南港同步展出 Homebox竹南店开幕 全国同庆 买两千送五百 送五百哦 年中赚好康 换床趁现在 来床的世界 就床换新床 最多限折两万元 美国院装西梦斯 越部一千三百八 床的世界 电动按摩条件床 越部两千八 美格兰特恒文床 越部两千三百八 还有买到赚到加加购 请来床的世界 欢迎回到时间密码 现在呢 床线要布局 短线的部分呢 也不可以放过 刚刚说到了 今天才进场一档 这个短线的一些标股 还有类似的个股吗 何英格 到底什么题材 值得期待 好的 短线是为了强化信心 能够快速入账 所以锁定那种 基本面很强 两三天 打短线 打突击战的 那最近在 选股的题材上面 我想营收 才刚陆续发布完毕而已 这一次 11月份的营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9月份的营收 总共有130家上市贵创历史新高 10月份有大概110家 11月降到剩下大概70家 代表什么 代表欧美销货忘记的出货 已经告尾声了 所以11月份台湾营收掉下来 可是紧接着 亚洲的过年 占农历年 所以农历年亚洲的订单 即将会在12月份跟1月份 密集的出货 所以11月营收 荡下来之后 渴望12月营收 又开始拉一波高峰上来 那最近营收发布完之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强势的股票 在短线上 很多都是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我黏几句给你听 你看大力光3108 这也是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这两天表现也不错 对 导播我们看一下大力光 对 除了大力光以外 2474的可乘 这也是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今天也是涨 好 6269的台郡 11月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 也是年车去两天 2385群光 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 今天也是大涨 包含4137F立崩 这个11月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 这支要没起到 所以你可以找那种营收创历史新高 代表说别人订单出货已经降温了 它还持续在升温 它还持续在升温 那这种体材性它会源源不断 尤其找那种股价还没有表现到的 我相信在选股上 你往这方面去思考去做选股 会有很多标的浮上台面 否则上市会1500加 你如何着手 你一定要找体材性下去出发 安全的部分 依照这样的选股逻辑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所秉持的 高获利高成长低本益比 尤其在底部的股票 你看我们所推荐 所推荐一系列个股都是属于这样的标的 业绩都创历年新高 股价都在底部 所以跑起来其实 纵使回档都不多 回档都不多 你看昂宝 对不对 莱 这一波上来到1900 对 差不多这支 这支也是啊 今年5块 今年13块 这14块 所以跑起来东硕一口气 就飙了四十几% 这下都下不来啊 联军也是啊 今年获利比去年大幅成长 大概八成 今年6块嘛 今年大概10块 股价经过大跌之后 突破压力线回撤 跟大家报告完之后 最近是不是 从压力线上来 是不是又一大波了 整个大底 完成之后 是不是上来 今天最高来到 已经来到108 那这个底才刚完成而已 所以代表整个公式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选股上 你往这方面去想 其实有很多的标的 这支也是啊 F风翔 营收两个月创历史新高 所以你往这方面去找股票 其实还有很多 能够让你赚大钱的标的 操作不顺利的 跟着我们一起做 现在打电话进来 报名今天晚上 桃圆场的讲座 没办法打电话了 直接到现场 明天高雄跟台中